走进连城县庙前台商投资园区 生产车间正在开足马力赶置订单 一排排脱模下线的棒球手套 被员工们熟练的整齐剪裁 准备踏上出口海外的旅途 我感觉我来这里投资是对的 因为这里所有的政府部分都非常的支持我们 我们这里的员工也非常的勤劳 所以我们做得真的很好 我们感觉这个地方都有很大的感情 2006年台商廖方舟来到连城投资棒球产业 随后在他的引荐下 多位台商也陆续把自己的工厂搬到了这里 共同搭建起涵盖棒球手套 棒球棒棒球的完整产业链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目前连城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棒球用品生产基地 产品主要出口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 2023年连城台资棒球企业实现产值5.2亿元 今年上半年产值超2亿元 按照我们的发展外销的状况 我们的政府决定说 来积极推动棒球产业在连城的概念 所以把这里建立一个概念叫做棒球小镇 棒球运动用品产业的发展 也带动了棒球运动在当地的发展 2014年起 连城先后举办两岸棒球交流活动20场次 成为大陆开展青少年棒球运动 参与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最为活跃的现份 2023年 连城棒球小镇 获批为福建省对台交流基地 为深化龙台合作 做大做强棒垒球产业 近日龙岩市多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做大做强棒垒球产业助力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11条措施的通知 从壮大棒垒球产业发展规模 推动棒垒球体育项目发展 打造棒垒球城市品牌等三个方面提出了11条措施 鼓励台胞前来发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